哎呀 心情也不错 两队的表现不要给我们添堵啊 聚龙球长位于海滨城市波尔图 他的主色调也的确是海蓝色 话不多说 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 一记长传 霸气反击 想要穿透防线 化解了险情 意识很不错 自球直塞 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 八角怒撤 人将没能控制住 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 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尽管寻找机会 这个断桥干净利落 将球送到前掌 哎 不好啊 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 浪费了一次机会 塔吉米 出脚很及时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球转移到了右侧 右路的重视不错 接下来的发展 有机会打一脚 这一球精彩 防守反击精准利落 射门不可阻挡 精彩的防守反击 他们一拿到球的瞬间 就以吹不拉朽的速度推进 这种速度根本没法反应 一比零取得领先 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 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卡吉米 脚下动作真快啊 调整 打门 戴维斯 长传发动进攻 直接长传 裁判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相反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官方再无见识 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全面 你如何解读上半时的比赛 来 解读一下 确实他们比分落后 但是比赛的悬念还在 要他们稳固防守 匿名因为对手的板击 再次丢球 其实只要战术合理啊 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回比分吧 多么精彩的半场 我们还真是有幸能看到 这样一场比赛 我已经透不及待看到下半场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 别打呼噜了 一球支撑 这个比分很关键 果断解围 化解陷情 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 但相信他会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定 进区里人员密集 进球的机会很小 除非有奇迹出现 尋找封线队友 问好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有机会打反击 求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将球送到前掌 戴维斯 传球 门将拿球 请叶赫 漂亮的脚下攻击 转中到了禁区里 及时地破坏了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 结合传终 飞阵跃起 球感还是有点欠缺 之前的跑位和强顶都非常的不容易 只是最后的结果实在可惜 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 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 好像是要换人 戴维斯 精准的传脚 经历过这次险情 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 刚才的情形球运们一定下坏了 航船 比赛结束了 多么有趣的比赛 过程令人默默暇接 时间也过得很快 可最后尘埃落定 却只有一个进球 通过消耗战取得的胜利 虽然称不上精彩 但是高水准的发挥很难